儘管國民黨立委講話還沒有鬆口 要參選台北市長 不過他的動作其實是滿多 可以看到最近 他已經成立了跨領域的創新協會 邀請韓家軍葉匡時來給建議 所以大家就說 這根本就是為了台北市長選舉在超兵備戰 民進黨這邊 再來看到鄭力軍 他是前文化部長 他現在也被點名說 可能是民進黨要派來參選台北市長的人選 尤其他最近是整頓的 這個輕平台基金會 而且重整之後 在5月8號還要辦論壇 這個論壇還要邀請總統蔡英文人 等大咖來參與 這也被指說是回歸政壇的棋手勢 尤其他這個基金會改名之後 就叫做下一步 也讓大家想說 這選台北市長 會不會就是鄭力軍的下一步呢 不過熟悉他的人士就說 其實鄭力軍近期重整基金會 最重要的是為了黨內人才的培訓 在民進黨跟公民團體之間 期盼能成為一個溝通的橋樑 那麼何志文 也就是台北市的民進黨立文 則是稱讚鄭力軍說 鄭力軍就是有一個清新優雅的氣質 再加上具有質感的形象 所以他認為他的優勢 就是從文化面的專業 來幫助台北市走出新的道路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第一次掌握國內大事